在2021年11月22日凌晨一时 我被一则短信吓出了冷汗 志刚哥对不起 发短信的是 疫情期间一起参加社区志愿服务的 14岁少年小陈 凭借我对小陈的了解 直接要出事了 雷鸣关天 我顾不上寒冷 穿着睡衣就出门了 经过两遍寻找 还是没有找到人 后来经过与民警的沟通 加上凭借我对小区的熟知 推荐出小陈可能在18楼 楼梯间的房顶上 讲述者是同安区第18届 人大常委会委员 民建同安区基层委副主委 同安西城京华小区业委会主任林志刚 他带领我们来到了当初事件发生的地方 然后当民警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小陈看到了民警 然后立马坐起来 并移伸到整个墙体的外延 然后并把双脚伸出楼梯之外 这时候情况非常紧急 我顾不上自己恐高 我就到楼顶围乱变言 对他进行耐心的开导 轻心的跟他交谈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椅子交谈 小陈终于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终于成功把他解救下来 林志刚把正确的三观作为工薪的桥梁 最终让小陈在人性光辉的召唤下迷途之反 他不停地否定自己 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但是我不这样的路易 你想啊 14岁就积极参加抗议工作 这不如说明他是一个有社会责任心 有爱心的好少年吗 据悉 在去年同安疫情期间 林志刚也冲在抗议一线 白天参加志愿服务工作 晚上则在小区大门职守 还自费为社区购置1000个口罩 和200瓶医用酒精消毒液 可是 在谈到获得这个奖项的感受时 他却这样说道 其实获不获奖并不重要 但是抛砖引力 我真常的希望这个社会能够涌现出更多的平民英雄 他们可能就像啄木鸟 为我们这个城市森林清理病虫害 他们可能只是毫不起眼的一颗螺丝钉 一盒润滑技 为我们这个社会的运转 起着微不足道的辅助作用 但是我要说的是 因为有了他们 我们这个城市会更加温暖 更加和谐 也更加有人情味